中继联赛总冠军赛的第一场四强赛是目前打到第四盘 Viper刚刚是拉回一盘 但目前还是马连罗这里听牌 双方文明是苏丹对上罗斯 那马连罗的快攻罗斯在这一盘已经用过好几次了 Viper带两个村民很正常啊 因为为什么他要防止赤猴快攻 Viper没有放弃 但是马连罗这个套路我在想 Viper应该也是知道 尤其马连罗操作跟他对打过就知道 Viper刚刚第二盘有用这个法兰西骑士围操 结果马连罗跟他用一样的东西 哦算是操作比他强 那我有说到其实你要玩操作的话 年纪过30 操作还很强的顶尖玩家基本上没有 那Viper其实也也不年轻的嘛 我有说嘛他也快30 好马连罗这边 开码头 holy moly 马连罗这一盘他没打快攻 這是他第一次沒有打快攻 我不敢講是第一次啦 但是我有轉播的冬季聯賽 從11月中到現在11月底 1月底整整2個月 這是Marino他沒有用快攻去打 但是viper的時候死了 這個賞金守不住 剛剛viper應該是要往回拉 可是這個樹林擋住了是死路 所以所以赤猴回頭了 Marino這邊也要秀一手嗎 哦我不打快攻 來我不用刺猴燒你碼頭了 我問問的 很精彩啊 其實Marino一直都很強 但是在這個線上賽事所有的選手評比裡面 就是比較唯一能挑他的缺點就是 他太愛打操作了 就是他操作太強了 戰術層面可能比較少 那我可能在想 Marino自己如果為了要突破自己 把他的戰術更豐富化的話 當然他未來會更可怕 他現在還還年輕 他會更可怕 那這盤沒有打快攻 哦 我預言失敗 我預言失敗 但是這是第一次他沒打快攻 包含像類似 比如說會合處 然後這張土馬會合處 然後巨石彎 Marino是偏向於出赤猴去燒碼頭的這種動作去打 那這一盤Marino是沒打快攻 他把他自己的河流處堵住 不讓蘇丹過來打一波快攻 就是他的漁船是自動會射箭 蘇丹這裡viper這裡 這邊走一個防禦地標 這一張圖是Marino選的 會合處 石盤裡面 石盤 裡面螺絲 通常都是走金門 經濟地標 昨天有人走這一個 哦克里姆 結果輸了 那個人叫Hera 他輸給韓國選手 Linic 他玩螺絲 在阿爾泰 他出了這個防禦地標 經濟稍弱 可是這一張圖會合處 經濟不差 只要魚有守住 那這個防禦地標 Marino的這一招是可以的嗎 像Marino走起了戰術流 這一招 沒看他玩過 哇 今天已經看到很多套路出來了 包含viper的螺絲 包含第二盤高三勝可能那個法蘭西稍微微私自 但是其實viper也沒有亂打哦 因為viper其實 也是用圍超在打 就是 我說的圍超就是他的騎士 正常我們一般玩家 我們騎士砍騎士 我們就放在那邊給他砍對不對 可是他們職業玩家會砍一下走A 走A 走A 用甩的 雙方的甩的頻率是一樣的 剩的就是你有沒有把殘血的馬拉走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部分可能Marino就比較強 現在viper可能還不知道這裡 有一個防禦地標 而且他可以再被動收入加木材 Marino這一招是怎樣啊 放出來 也許他打天梯或什麼的有用過 可能我沒有看到 可是比賽中 沒看到 我真的沒看到 viper現在遇到這一招他怎麼解 很難解 那對viper來說他的好處就是 選會合處有機會打到大後期 我依舊還是相信著viper的大後期 雖然他今天沒有任何一盤 在打大後期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是viper覺得他大後期 比Marino爛嗎 還是他想不到大後期 前面的流程 我都已經沒辦法跟上Marino了 我還要什麼大後期這樣子 哪一種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viper怎麼想的 這邊木招要在正常流程 哦就是狩獵小屋 然後木招要塞為主 但這一場 狩獵小屋 Marino沒蓋 看起來好像是沒蓋 大量衝黃金在直接用挖的 有蓋沒蓋好像被遮住了 應該是沒有蓋 這邊viper插箭塔死了幾村 一村加一個刺猴是不是 哇這個很慘哦 這就是羅斯他的些微優勢 因為他的對手不是法蘭西 不是海戰強的法蘭西 所以羅斯在這個局 對戰蘇丹蘇丹在還沒有城堡時代 沒有爆破船的情況下 沒辦法 現在viper帶一隻長槍兵 他過來坦傷害的 這個是過來坦傷害的 但是viper為了要下這個箭塔 會多十幾村 十一村 這個長槍兵彈到傷害了 Marino馬上把這個殘鞋的船拉走 那 雖然有死村 但不至於直接被秒殺 因為那個船只要一進來 漁船全死 viper gg viper gg viper gg 在羅斯這邊蓋一個修道院 撿遺跡之魚 兩個聖地 三個聖地 四個聖地 他可以卡到三個 蘇丹 蘇丹對打羅斯 如果是純陸地戰的話 遺跡的爭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有三個 現在有八個文明嗎 會去打到這個遺跡爭奪戰的最 主動會去打的就是聖羅馬 然後再來羅斯馬 再來就是蘇丹 viper帶長槍兵過來打 結果被圍毆致死 現在這個局勢對viper超級不利 超不利 這邊看一下馬雷尼要怎麼玩 包含他可以打馬公 他也可以玩爆破船 因為現在viper的時代是輸的 極難打 這邊炸船過來了 這個木牆要被打爆了 viper現在想辦法能拖多久 就拖多久 其實他現在也快要上城堡了 葬神堡了 還有 後續可以 還有夾著 但是情況非常的 危急 只能這樣講 蘇丹在這個時間點可能 我不確定會不會打塔像 打塔像會不會六著打算塔像 現在蘇丹很強 很強 很強 可是會合處也是一個地圖很大的圖 你會被六著打跑給你追 現在馬公出來了 馬倫爾這裡出馬公 馬公雖然下修了 但還是可以玩 哦就是之前馬公太強而已 現在兩個兵工廠要趕快去衝這科技 這邊有個窩羅羅 哇 插起來 這邊 船守住還在 哇 差一點炸裂哦 就差一點點 這個劍塔真的是超級關鍵 但是這邊馬公過來了 還有後續的攻勢 現在這個時間點對 viper來說還是要夾 但很難夾 這邊出了騎士兩隻 神呂戰士在這裡往前衝 但這一波交換 馬倫爾不虧 因為他是出修道運的 他的那個神呂戰士是減免價格 所以這一波其實馬倫爾沒有虧 沒有虧 yp 現在要 打海戰 但是這個防禦地標在這裏 這邊炸船 這個真的是 炸船真的是淫威啊淫威 以結果論來說 馬雷露在這個中央地帶蓋這個克林姆 哦等於是烈日夢城的概念啦 也都是防禦地標 就是一個中型箭塔這樣理解好了 防禦箭塔好了 哦這樣子的概念 確實有做到事情 這個河流也都是像多瑙河一樣很窄 真的要炸起來的話 等一下會挺吃智的 這邊viper再抓掉一次的神女戰士 但是一旦這個馬弓亮起來 viper要怎麼守這個馬弓 騎士要被六著打 那看起來viper要打這個海戰 以海戰的理解 我覺得viper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奶 我不想奶 但是啊雙方加油雙方加油 我不講了不講了 哦不想不講了 現在viper蓋第二個碼頭 羅斯的船到後期就燒弱了 但是這裡炸船 呃 viper這裡船沒辦法躲 後面還有 這邊只有一個箭塔 這邊直接要進來了 呃 這邊直接用射的 哇 這邊正門還有馬弓 哇海陸雙吃 在這個時間點 羅斯就是硬生生的比蘇丹強 哇這裡沒有船了 糟糕沒有船就沒有食物了 極彩 vip裡面有炸船 vip裡面有炸船可以逆轉嗎 這馬弓的馬弓操作有 哦炸船來了 呃在這個窄口 在這個裡面 現在馬雷諾還把他用稍微 哎哎哎 viper你的船 你的船 你的船你的船 vip vip 哇 vip超船沒有空好啊 操作 操作 不行啊 哇那一艘船 有空到的話 現在那個馬頭出來 已經可以補魚了 現在這個羅斯 馬弓 馬雷諾又進來了 現在沒有兵在打這個陸地 哇很慘 這場 現在viper可能隨時都會喊GG 隨時 現在在家戶病房裡面了 馬雷諾這個馬弓只有幾隻 他還在手 哇 這裡33歲走進來 那個劍塔已經 守不住城堡的兵了 直接過來卡這個聖地 啊這邊viper 想辦法要夾 蘇丹的成型還沒到 但是這裡有大群 非常硬 這邊 這邊 這邊的馬弓 馬雷諾還出了這個前排的騎士 軍事陸地 現在扛不了 那viper已經控不上來了 這個船直接被圍毆 我順便廣告一下 明天晚上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會轉播二代的團戰 呃 WLP對上GL戰隊的游牧 游牧 游牧比賽 明天viper還會出賽 他每天都在打比賽 那 很明顯他現在操作上不來了 對打一些一般玩家可以 但是對手是馬雷諾 這邊默默的可以炸到幾艘船 哇這邊很大一包哦 呃呃呃呃 馬雷諾發現嗎 先炸兩艘 哇但是馬雷諾其實是有發現的 這一這一艘船沒有在補血哦 現在viper船 轉炸船這個馬雷諾 馬雷諾這邊 ok換一換一 一換一 viper用這個船在手 viper你的炸船 viper你的炸船 viper viper 但是viper怎麼突然在這裏 這裏 come on viper 不是至少也打到第五場 至少打到第五場刺激一下 但是這裏進來了 又要回到這個加護病房了 現在雙方互相傷害 viper有雙TC viper好你炸船沒炸到算了 因為你在搞這陸地 這邊雙TC螺絲沒辦法直接結束viper viper雙TC 這邊羅斯馬公確實在輸出這幾 蘇丹的騎士 但是這裏雙TC做到很很棒的一波的cover 馬雷龍沒有辦法直接結束viper 哇 這裏 電擊心臟一波 再續命 再續 天啊這個到底 馬雷龍這裏雙TC早早就有我知道 這邊馬雷龍沒有在空 馬雷龍馬雷龍的馬公 幹你老師你畫面切回到那馬公啊 你畫面切回到那馬公啊 老婆行不行啊 我好像不能再不是我自己頻道裡面講這個 啊對不起對不起 我老師 明天要上班這樣 明天禮拜一 馬雷龍這邊是三TC 我真的好強啊馬雷龍 六次冠軍 但是viper想辦法加入其實剛剛那個viper用那個騎士是瑞的到一波其實又打到馬雷龍哦 現在蘇丹再把節奏往後拉 能否再現奇蹟2比2呢 viper你的大後期證明給我們看 你的大後期行不行 現在勝利2對2 2對2 但是viper始終經濟都是輸的沒有錯 因為在這個四代裡面他已經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viper了他不是什麼開DC boom了 現在viper也沒有用版本這個op的塔像 哦他用騎士 我還是要講到這個關於第一場 為什麼viper現在都很多文明他都用騎士 第一個你可以把他理前程就是二代裡面騎士我們在城堡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最強的單位層出上來高機動性 第二個viper現在沒有辦法用經濟的優勢去打對手了 他不是二代了 所以遇到四代的這些選手viper不能只用經濟來玩 他會輸 你贏一般的玩家可以 但是遇到頂尖的他打不贏viper打不贏 這邊炸船來了 來逼下去了 但是這邊的騎士很多炸船會不會突然跑出來炸船會不會突然跑出來 炸船在升哦 viper一直在抖動大家有看到嗎 哇這個進不去 這進不去 這邊還有三四村拉上來了 這裡炸船 哎viper你自己小心你這一對你拜託你控好哦 你一個閃神我跟你講 我會失智 炸船來了 呃 哇viper一波魚之波騙你 誰要跟你一起下去 哇很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但是viper viper 現在馬倫羅上了帝王 viper沒辦法 但這一波剛還好沒被炸的 哇炸到就真的是 又要昏倒了 那就是 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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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聖地 viper 可以卡三個 但是 河流 守不住了 帝王上來科技點上來 viper守不住了 viper也要上帝王 要想辦法上帝王 天哪會不會我們 會打到第五盤嗎 我現在胃痛你們知道嗎 我現在胃痛你們知道嗎 很緊張 他們兩個人不管誰贏都 我沒有話說 反正我也不認識他們 就很強 就很強 啊 so he is undoubted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at also got the clicker construction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health is just got i think you can get demo ships with about nine hundred health on them gets pretty crazy yeah that's the trade-off that you're having because you have no viper的船 要炸了要炸了 大船來了 哇一二三 六艘 六艘 六艘船 隨時都會喊GG 隨時 viper上來帝王了 但是這里河流已經沒有控制了 現在viper炸船今天的表現不好 沒有炸到一大包 控制沒有比marino好 整體來說真的是沒有比marino好 這個這是真的 viper現在後面有炸船 這邊進來一二十五六六 我數不清 哇viper這邊其實其實也有上來 但是 我看到marino的船沉下去了 再一發 但這一發 marino勝 雙方還 viper真的是最最緊急的那種 時刻 上來帝王又夾住 他已經在那個 他已經在那個加護病房已經躺了很久 已經要被那個醫生宣判與死亡 就是心跳停止這樣 一次一次的又電擊他的心臟又起來了 又起來了 但現在的問題是 marino還 把剛剛這個viper打出來的地圖控制打回來了 現在 現在 現在只要雙方路上的 騎士沒有空好被炸一波 miper你的船 mi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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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이를 macher m m glow up as well they lighting up the entire area around it is crazy 天呐這一盤 我必須承認 marino 也強 但是同時我相信 不是來自於二代的玩家 看到viper這樣玩 也會承認viper很強 因為viper就沒有花很多時間在玩四代了 一月整整一月 他在一月五號 是最後一次他玩 斯基地國四 還有一月二十二號 前天有玩斯基地國四 除此之外他都在玩二代 他沒有在玩四代 那以跟這個marino每天在玩的 玩家能打成這樣 我也是貴了 所以這兩位選手我都被拳粉 知道嗎 就是我也很喜歡marino viper是本來就是喜歡的 這兩位就是現在當代就很強 年紀有差而已 現在marino 慢慢的也要用這個地圖公司吃 右半邊 那左半邊可能viper不會跟他正面對 哦這裏要上來嗎 來不及 哦先喝一口水 這個狀態 等下下半場的四強 那兩位選手 hera跟wom 我覺得都剉了蛋 我覺得這他們兩個的水 水平更高一點 就viper跟marino 當然marino可能是最高的 現在他還是領先 現在其實就在等雙方誰先食物 因為其實兵種差不多 那viper是剛剛已經快死了 可是起來了 他要打正面 還有就是你過河流自己小心不要被炸 雙方都是 vipers 這邊是有弩兵的哦 但是marino後面是推投石車 這邊火炮出來了 馬雷諾也是火炮 他不是投石車火炮 rely having the bombard advantage is what's going to give him this game 啊 you can see that he's up against marine lord at the moment 那一波是 這一波 這一波如果viper退 他的河流 要小心炸船 and uh 河流也不能失手 失手就會被炸 viper衝上去了 這邊一波會戰 這邊marino往後拉 viper衝上去了 viper後面有 哇 這裡viper直接衝上去 這一邊後面viper有弩兵 沒有投石車 marino這一波 marino這一波騎士可能會輸 然後後面這邊的城堡 但是這裡螺絲的 火箱變出來了 viper 現在viper 把右邊的倒稍微打回來 但是marino還有兵 marino已經轉兵了 但是marino還有兵marino已經轉兵了 現在viper把右邊的倒稍微打回來 但是marino還有兵marino已經轉兵了 marino已經轉兵了 要吐了 on the left side viper has one big goldmine but this goldmine was just so crucial for marine lord when he gets straltsy on board I feel like his nights plus straltsy will be better combination and the crossbulls plus the lances of viper but this is a big win right now for viper on the left side the all your ships are getting viper的女朋友是不是在旁邊啊 那個直接那個 電擊心臟已經電了差不多四五次了 the crossing viper do everything you can we got 10 minutes left now but keep in mind if that does actually get killed while it's researching i think it will still keep that technology's progress 現在viper又夾住 you know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又夾住 yes still plenty of time on that still plenty of time long long 現在雙方大後期已經 比陣容了 比陣容了 比 比不要被炸到了 但現在還是推不掉馬瑞隆 經濟一樣都是輸的哦 因為就是viper現在就是打這個頂尖玩家 他的經濟都沒有一盤沒有他沒有一盤是贏的 vipers 這邊有1234566台火炮 可是 他的肉牌夾得住嗎 現在雙方都在堆火炮 比誰比較大管 is because when it gets to pushing across the crossing that's what's gonna be able to clear out those demo ships for him he's gonna be able to safely navigate through that crossing without any threat 但是現在馬瑞諾還有時間在玩這個左線 他到底 馬瑞諾又吃出來了 i'll be honest with you doesn't look that formidable he's got mangonels out here as well which is a little bit questionable i don't know how i feel about the mangonels at this point 這邊都比誰比較大管 viper是插箭塔 這邊已經沒有什麼好說了就是正面看他們控兵 看他們的陣容 and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he's going horseman so marine lord is running low on goal now he secured the gold on the left side temporary but this is something vipers could contest any moment 現在左邊的黃金被卡著 馬瑞諾要挑戰viper的大後期 現在又要衝上來了 左邊在動 右邊也在動 雙方控兵控的很忙 這邊火炮直接先一管解掉 如果真的有一艘爆破船 哇 這邊viper可能要往後拉吧 呃 這邊viper打了 viper直接打了 這邊以軍龍上來說的話 可能馬瑞諾會比較強哦 馬瑞諾會比較強哦 現在有六管火炮 但是馬瑞諾這裡也有很多管 現在看誰比較大管 這裡 這一邊 viper正面輸了 直接被蹦死 哇 結束了 雞雞了 被被關在裡面了 這個就是陣容 蘇丹 到後面這裡 viper還有還有什麼機會呢 我想想 爆破船嗎 現在把左邊黃金拿回來 現在馬瑞諾趕過來嗎 趕嗎 可是viper其實都沒有船 最後一波空城劑 大象已經出來了 還有電可以電心臟嗎 心臟還有力嗎 viper這個火炮殘血火炮 啊被剪掉了 這個大金八千 被卡著沒金了沒金了 現在馬瑞諾穩穩的先把碼頭擠掉 再來過河 天啊 I can't believe it's so long it is absolutely ludicrous how long he has to wait for that I can't believe it's a fifteen minute tech I mean you know you probably should have his mosque out there buffing it up but at the same time that's just isn't that just wild but uh yeah viper now gonna be losing out all the infrastructure on the shoreline a single explosive marion 穩穩的 一個一個弄 寶破 沒破到 and even if it had gotten to the shore I suspect it wouldn't have mattered cause he doesn't have that explosive upgrade anyway so 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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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片viper的兵沒辦法了 這個真的是最後一波 機體也不對 哇 marino真的好強 但是viper這一盤已經夾到最後面了 前面早就要死了 Kosky about without too much gold in his inventory he's decided that the trash army is gonna be the best call for him that we said how strong go strelts he are on the back line j's doing so much work they're doing so much work and now it's the lead forceman he's facing with the boy our sportitude ad he's now adding some hardened spears lack of technology is now showing for viper Viper現在用垃圾兵在打 現在的重點還有一個就是Viper他這個島上面還有木材嗎 沒木了吧 這邊弩炮一出來直接被掃掉 哇這裡 轉過來了 真的假的啦 但是這裡弩炮極多 雙方都真的是厲害厲害 我們恭喜Marino又再一次的回到這個冠軍 戰裡面已經是常客中的常客 那Viper這邊很遺憾的 最終止步於4強 在4強以3比1輸給Marino 你看到最後一段時間 就固定了 發生氣 會嗎 在為我們做一段時間